前言,有人说杨玉莹之所以51岁了还没有结婚,是因为她在等待赖文峰,只不过出狱后的赖文峰没有选择杨玉莹,而是回到了乡下与一名普通女子结婚生子。 作为曾经歌坛当中的玉女,杨玉莹的一生只能用跌宕起伏来形容,特别是在感情上,她与赖文峰之间的纠葛诉说不清。 直到26年后的今天,在对比两人的生活结果后,我们不得不为杨玉莹的选择而感到心疼,为爱的冲动。 对于许多80、90后来说,曾经的歌坛让我们迷恋,男歌星有刘德华,女歌星有杨玉莹。 这两个人几乎主宰了当初的歌坛,而说到杨玉莹,就不得不说说与她搭档的毛宁。 两个人当初的合作吸引了无数人的眼球,许多人都希望两人能有一个结果。 然而杨玉莹却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她与毛宁只是普通朋友,两个人也是合作伙伴,并没有牵扯其他的关系。 然而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时候的杨玉莹其实已经陷入了一场感情风暴当中, 而出现在她身边的男人就是当时的商业大咖赖文峰,霸道总裁室的追求。 1994年,已经火遍全国的杨玉莹要到厦门商业,而赖文峰在厦门有着自己的势力。 一听自己的女神要来厦门,当即便行动起来。 赖文峰先是开着豪车队伍迎接杨玉莹,随后又故意制造与杨玉莹偶遇的机会。 更是一举承包了杨玉莹在厦门所有的演出工作。 说实话,这些桥段放在现在那妥妥的就是霸道总裁段子,是无数少女期盼的场景,更别说在当时的年代了。 除此之外,赖文峰更是不断向杨玉莹送各种珍贵礼物,豪车别墅应有尽有。 赖文峰是无时无刻的不展示着自己的财力。 女人始终是感性的,在如此连番的爱情攻势下,杨玉莹最终也没能幸免,成功成为了赖文峰的女朋友。 并且两人很快就同居,丝毫不做掩饰。 两位母亲的反对,确认关系后的两人是你浓我浓。 那段时间内,国内经常有娱乐媒体拍到两人外出玩乐的照片。 对于赖文峰,杨玉莹是打心里喜欢。 她都已经想好了以后生几个孩子,过着怎样的富家太太生活了。 然而杨玉莹的母亲对于两人的交往却持反对态度。 而杨玉莹母亲反对的理由也很简单。 那就是门不当户不对。 杨玉莹的母亲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封建主义思想影响,可这种担忧却是存在的。 门当户对并不是旧时代的产物。 更多的是无数人用自身的经历总结出来的教训。 然而杨玉莹这一次没有听她母亲的话, 而是毅然决然地选择了退出歌坛。 打算以一个普通女人的身份与赖文峰生活下去。 然而杨玉莹不知道的是, 赖文峰的母亲对于这位儿媳妇也并不看好。 只不过赖文峰的母亲是站在另外的一个立场上看问题。 当时的赖家属于豪门。 在香港地区和广东福建地区有着不小的影响力。 这种豪门不希望自己的家族过多地出现在媒体报道上。 而杨玉莹一旦嫁入赖家, 就算她退出了歌坛。 可以杨玉莹在当时的影响力只要出一点问题。 赖家肯定会被推上风口浪尖。 这是赖文峰母亲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分道扬镳。 然而有些事还是难以避免地出现了。 1997年,杨玉莹宣布与赖文峰感情不合分手。 而仅仅过去两年, 赖文峰就因为臭名昭著的华远案锒铛入狱。 在杨玉莹和赖文峰分手的时候就震惊了不少人。 明明两人都快踏入婚姻的殿堂了, 为何却突然分手? 而这次分手让赖文峰被国人更加熟知。 赖家也被推到了前面, 直到两年后的华远案。 赖家遭受巨大打击, 正如赖文峰的母亲预料的那样。 和杨玉莹的的恋爱让赖家再无小事。 所有的事情都会被无限放大, 直到彻底被摧毁。 不再有联系的人生路。 赖文峰因为华远案进入了监狱, 等待她的是慢慢监狱生活。 而杨玉莹却陷入了伤心当中。 她与赖文峰的相恋看来本就是一个错误。 她为此耽搁了自己的前途, 而赖文峰却进入了监狱。 尽管杨玉莹没有受到案件的牵连。 可不少人都说是杨玉莹提前发现了什么, 所以才选择离开赖文峰。 躲避这一次可能受到的牵连。 尽管当时有人替杨玉莹说话, 可杨玉莹的声明还是遭受了打击。 尽管在其母亲的陪伴下, 杨玉莹重新回到了歌坛。 可此时的华语乐坛已经不是杨玉莹的天下。 好在杨玉莹没有放弃, 尽管不再是超级明星。 可她依旧在娱乐圈拥有自己的事业。 生活也是有滋有味, 一见钟情, 不后悔的选择。 直到2009年, 赖文峰提前出狱。 两人被再次联系在了一起。 有记者就借机询问杨玉莹 关于如何看待两人当年的那段恋情。 杨玉莹的回答很真诚。 她表示自己不知道是不是蓄谋已久。 更多的是一见钟情, 两人对待那段恋情都是认真的。 可以看出杨玉莹没有为当初的冲动而后悔。 而她对赖文峰也是真爱, 只不过爱情都有保质期。 两人终究还是没有走到最后, 杨玉莹也因此逃过一劫。 只不过赖文峰出狱后并没有找杨玉莹, 而是低调地回到了农村, 与一名普通女子结婚生子。 也许赖文峰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地位。 她已经配不上杨玉莹, 而且也没脸与杨玉莹继续交往下去。 哪怕是普通朋友也不行。 赖文峰选择了回乡下结婚, 可杨玉莹却没有。 分手26年后, 51岁的杨玉莹都是孤身一人, 没有任何的伴侣。 结语, 我们每个人都有为爱冲动的时候, 甚至说人生不能为爱疯狂一次都不是完整的人生。 而杨玉莹当初就为爱疯狂了一次, 只不过她和大多数人一样, 为爱冲动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可她又和大多数人不一样, 因为她的恋爱失败后选择了孤独终老, 而她这种选择令人心疼。